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把影片截取完成之后呢 在Appalsoft里面就可以直接进行影片的管理 那您可以选择就是用缩图的方式或清单的方式 在清单的方式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整个影片的大小 还有录下来的时间 如果有需要删除的部分你可以勾起来之后 就将它进行删除 那在这边我们也测试了同时开启前置镜头 如果这个时候会挡到我们的萤幕画面 可以把摄影机的图像把它移到别的地方 当然摄影机的头像部分 除了现在预设的圆形之外也可以选择四方形 另外呢其实它也可以针对我们手机里面的影片来做管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